使徒行传第二章 武勋劫到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了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 从天下各国来 住在耶路撒冷 这声音一响 众人都来聚集 恶人听见门徒 用众人的相谈说话 就甚纳闷 都惊讶稀奇说 看哪 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 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 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 我们帕提亚人 马代人 以兰人 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 犹太 加帕多家 本都 亚西亚 福里加 庞菲利亚 埃及的人 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 从罗马来的克里中 或是犹太人 或是进犹太教的人 克里特和阿拉伯人 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 讲说神的大作为 众人就都惊讶猜疑 彼此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人 机窍说 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 高声说 犹太人 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 这件事 你们当知道 也当侧耳听我的话 你们想 这些人是罪了 其实不是罪了 因为时候刚到四出 这正是先知约尔所说的 神说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 他们就要说预言 在天上 我要显出奇事 在地下 我要显出神迹 有血 有火 有烟雾 日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在主 大而明显的日子 未到以前 到那时候 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以色列人啊 请听我的话 神借着那撒拉人 耶稣 在你们中间 施行异能 骑士 神迹 将他证明出来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他既按着神的定指 先见 被交与人 你们就借着 无法之人的手 把他定在十字架上 杀了 神 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 叫他复活 因为 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大魏指着他说 我看见主 常在我眼前 他在我右边 叫我不至于摇动 所以我心里欢喜 我的灵快乐 并且 我的肉身 要安居在指望中 因你 必不将我的灵魂 撇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 见朽坏 你已将生命的道路 指示我 必叫我 应见你的面 得着满足的快乐 弟兄们 先祖大魏的事 我可以明明地 对你们说 他死了 也葬埋了 并且他的坟墓 直到今日 还在我们这里 大魏既是先知 又晓得神 曾向他启示 要从他的后裔中 立一位 坐在他的宝座上 就预先看明这事 讲论基督复活说 他的灵魂 不撇在阴间 他的肉身 也不见朽坏 这耶稣 神已经叫他复活了 我们都为这事 做见证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 又从父 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就把你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 浇灌下来 大魏并没有升到天上 但自己说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 坐你的脚凳 故此 以色列全家 当确实地知道 你们定在十字架上的 这位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 众人听见这话 觉得扎心 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 弟兄们 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 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 我们神所召来的 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 劝勉他们说 你们当就自己 脱离这弯曲的世代 于是 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 那一天 门徒约添了三千人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掰比 祈祷 众人都惧怕 使徒又行了许多歧视 神迹 信的人都在一处 繁物公用 并且卖了田产 家业 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 恒切地在殿里 且在家中掰饼 存着欢喜 诚实的心用饭 赞美神 得众民的喜爱 主将得救的人 天天加给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